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这个天干的乙木 当然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呢 聊一聊 聊一聊这个桃花 大家一定要开启这个小铃铛 要开启小铃铛 要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们上线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他的朋友 就每次就一开就 他朋友一开就 我们一开播 朋友就可以上线 他为什么每次都没有收到这个上线 第二点就是要经常上线 要经常上线 经常上线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 学得更多 要不然每次 甚至有时候不是夸张 讲完课了 就刚刚好上来了 就下课 那就下课 我们今天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昨天我们讲的是假 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乙 了解八字 是一个明字之选 明字之选 八字啊 和风水 我现在 发现 越来越危险 越来越危险 为什么我说危险 为什么我用危险这两个字 就是 我现在发现呢 听了两节课 或者是上上百度 就可以做师傅了 这是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所以八字 风水 大家如果真有兴趣要学 一定要小心 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啊 真不容易 遇到一些 这个 装 装作是老师的 或者装作是风水师的 太多了 太多了 八字不能够儿戏 学八字 测风水 不能儿戏 不能儿戏 因为八字风水 需要什么 需要累积的经验 我相信任何的一个学问 都是需要累积的经验 八字 不只是要听 而且要 真正的去 批算 要深入 要一门深入 要好好的 跟一位老师学 千万不能够 不能够 今天 是 听了一节课 明天听了一节课 或者 去百度查一查 然后 就自己是老师了 哎呦 这个 千万别这么做 那如果要这样做呢 算自己还行 那跟别人算 那因果就很重 我 这个 我经常啊 都听到 一些学者说 地狱门前 什么最多 风水师 命理师 最多 所以首先 不管是什么行业 不管是什么学问 大家第一步 一定要去看人品 这个人品怎么样 这个人品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 跟他学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从九多年我到现在 一直在不停地教 一直在不停地 为大家 供养大家 这个八字 风水的学问 而现在风水呢 几乎呢 就是 八字啊 风水啊 都是 排到满满的 都排到满满的 而且让我最庆幸的是什么呢 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客户 从过去一直支持到现在 这证明了 很多人都受益 甚至有些人 跟我学啊 还不到半年时间 实际上也没有真的学 实际上真的没有 没有真的学 就可以开公司 开风水中心了 这有一点可能我呢 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啊 就是 他们以为他们懂了 然后边看边学 试想想啊 谁愿意给一个实习医生 开刀动手术 谁愿意给一个 刚刚过了实习 成了正式医生 还不到一年 的人 开刀动手术 谁愿意 所以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谁 不管是什么行业 比如说这个人 刚刚毕业 然后呢 做修车的 刚刚毕业 然后加入一家公司 才半年 你整辆车overhaul 你 敢交给他吗 再说我们 父母 孩子呢 考车 考几个了 买一辆车 不要说驾车 说买一辆车 你会不会 让他 再 嫁一嫁朋友的车 再累积一些经验 才去买车 为什么 你是 花不起那个车的钱吗 不是 是因为 对孩子的关爱 车 是如此 八字 亦是如是 亦服如是 所以大家学八字的时候 一定要专心 一定要专心 所以很多人问我 有没有收徒弟 我没资格收徒弟 当然我也不想收徒弟 因为我发现到 很多很多人 像我学八字 学风水 学到怎么样呢 学了好多好多年 甚至 跟我学不到半年 就开业的 自以为自己学的很多 然后自己去开业 的这些人 还不如 现在在收看的人 你们这些 在收看我的视频的人 很多都是 真人不露相 我都要给你们一个拇指 非常好的一个 一面工作 对不对 一面呢 把这个当然是兴趣 这样就对了 有时候不管学什么 都是一门 很深的一门学问 那么我呢 从过去 教到现在 大家从YouTube 去看我的视频 到现在 甚至有些人 已经十年了 还是很坚持 你说他们没有去听 其他老师说吗 也有 你说他们跟我学了那么多 看了我那么多视频 对不对 看了我那么多视频 难道他们没有去 去买几本书来看吗 也有 但是他们心里面的对照版 永远就是梁正确的对照版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听清楚 我教八字 你学八字 我说风水 你学风水 对我 没有半点利益 没有半点利益 这个必须要说清楚的 过去 我还有收一点 这个钱 上21节课多少 上初级课多少 高级课多少 现在呢 不收了 过去收钱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租金啊 然后呢 还在盆布的时候 现在我说了 既然我在经济状况方面 已经达到一个 可以的状态 我就要开始 付出更多 付出更多 给大家 在过去 有 收费的时候 我还是不停的 在付出 这个跟我学习八字的人 跟我学习风水的人 他们就很清楚 那有一些人说 哎呀 我现在才学 来得及吗 现在的科技发达 视频 Facebook 我们的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就是现在这个 我们修剪之后呢 就播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YouTube YouTube就是 你要打一个 K X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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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Fan KX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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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X Fan 你去YouTube 打一个 KX Fan 当然你要记得 打开小铃铛 那边有很多很多 你们可以学的 好多 真的是好多 你们都可以学的 都是供养给大家 作为参考 而里面 有很多很多资料 所以啊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个 有些人呢 很夸张的说 哎呀 这个八字啊 哎呀 很容易 梁振决教的八字 很容易 那你 拿这张八字 给他说 说不来 说不来 你说奇怪 不奇怪 扎巴好广 还蛮勇的 所以 学八字 跟现实人生 一定要 放在一起 你学八字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 让我们的生活 遇到问题的时候 会知道怎么处理 就像 上一次 我跟大家说 要记住 我们看 你们不要忘了分享 我忘了跟你们所分享 你们也要记得 每次都要分享 别忘了分享 就是掌声 那么 过去 我是 不是过去 应该是上 上个礼拜吧 我都有跟大家说过 我都教大家 有两个人 要合作做胜利 一个是叫A 一个是叫B 他们要合作 做胜利 A B 就来问我 或者A 来问我 就是 我们的八字 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合作 我们的八字 有没有冲 这个是我的朋友 八字 有没有冲 我跟他说 第一件事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出现在你面前 你学了那么久 你第一件事要看什么 我已经教过你们了 要看 A 或者B都好 他们两个合作 一个A是属老鼠 B呢 属马 不可以 冲 神经病 这样肯定不是梁振决的学生 无聊 那一个 那么好的机会 跟他合作 那就被你这句话给 给说没了 对不对 不是这么看的 要看什么 要看这个A 这个A 在近几年 会不会有卸财的情况 B 在近几年 会不会有耗财的情况 A 会不会卷入官非 而害到外面的人 害到身边的人 B 会不会因为家庭啊 的关系 而 不停的转业 不停的换业 A 是否言而无信 B 是不是卑鄙小人 一定要看清楚 一定要看清楚 这样子 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而不是 你属老鼠 他属马 你属牛 他属羊 哎呀 不能够了 那你说 这样子学八字啊 你学到来 就白学了 夫妻呢 世界没有 绝对没有和和的夫妻 没有的 为什么 因为一旦生气 一旦 为了一些事情 吵架的时候呢 心里面就没有和和了 甚至离婚的念头都来了 冲动是魔鬼啊 对不对 所以啊 算命 我们要灌输她什么 灌输她 相处之道 比如 我们遇到这个女孩子 三观即重 是不是 我们就应该跟她说什么 你是很爱你老公的 但是呢 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点到为止 尽量说重点 不要跟老公啰里啰嗦 这样不但老公好 你也好 这样子的一个计算和推算和推论和说法 是人 就会接受 那么你不要把三观的缺点都告诉她老公 你看你老婆 真的 啰哩啰嗦的 每次有也讲 没有也讲 真是的 你受得了她 哎哟 看到坐笔尖呢 哎哟 完了 你离婚了 你离定了 你哪里可以这么说话呢 对不对 但学的时候不一样 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这个是离婚的 那么要怎么办 怎么办 就要看出笔尖 她的坐下 和声望表 那么教她怎么样 去度过这个 这个离婚的这个 这个结 这些都是很重要 这些都是很重要 就像我 我离婚 但是我对我的前妻 比过去还要好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的前妻 能够站在台上 跟你们说两句 因为她还是孩子的妈 然后也有很有福气的 认识我现在的这个老婆 更有福气的是 我的前妻和我现在老婆 两个人 也不错 这就是男人的当当 我不能够 说我的八字 没有离婚 但是离婚了之后 或者在离婚的那个细节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 好好的对对方 而我的前妻却告诉我的女儿 以后要找老爸 一定要找你爸爸这样子的 这就是我们的安慰 所以一定要记住 一个玻璃一旦破了 你别再想了 可惜什么什么 没有用了 赶快把它收拾干净 千万不要刺伤走过的人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大家跟我学八字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深信因果 学八字要深信因果 重不重要呢 重要 而且学八字 一定要有一个功夫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你看到一个鬼 你千万别跟他说人话 你看到一个人 你千万别跟他说鬼话 主要就是要能够把事情摆平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过去有很多人问我 他的孩子 他不要了 他想要洗掉 想要打掉 问我行不行 如果你深信因果 你就知道怎么回答他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我这句话吗 应该听得懂 好 那人数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 乙木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乙木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桃花 乙木 乙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昨天讲的是假 今天讲的是乙 乙木 这个地方是乙木 一旦看到八字 有乙 一旦看到八字有乙 第一件事一定要记住 第一件事你要记住 一定要懂得乙不离鬼 乙啊 不离鬼 这个字读鬼 当然有些人喜欢读鬼 所以乙不离鬼 学八字最重要就是看到了 我所教的 看到这个乙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要看到鬼 因为乙不离鬼 再来 再看看鬼是不是他的喜迹 就是这个水啊 是不是他的喜迹 比如说你看 这边我们就看到 是用水 看到吗 那这个水是什么水 当然了 当然是鬼水 当然是鬼水 所以这个叫做乙 所以一个八字一线起来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啊 很多人啊 不懂装懂 懵懵的 懵懵的 嗯 你这个命啊 有财了 有财了 那我们就不说那些人 所以学八字 第一个看到乙 就马上要看 八字有没有鬼 天干 天干献出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有三个机会献出 明白吗 天干只有三个机会献出 就像 破个牌 是不是 破个牌 同花顺最大 你看 同花顺 又有S 什么 最大 是吧 这个我不太会玩 就是同花顺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四个S大 还是同花顺大 好像是同花顺 所以你看 第一件事 所以大家要自己做 只要有透干 三个机会给你透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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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没有了 三个机会给你 机会不大 机会不大 那么 以不离鬼 以日无鬼 亦无贵 以命的人 如果没有鬼 亦无贵 没有贵 贵是啥 贵就是贵人 无鬼亦无贵 没有贵人 那一生当中就要靠 很靠自己啊 一生当中啊 做什么事情啊 都要很靠自己 所以一旦没有鬼出现 我们就要知道 怎么样劝这个 以目的人过日子 就是坚持 不要东奔西换 做工啊 不要东奔西换 这个很重要啊 叫以日无鬼 亦无贵 没有贵 要写下来啊 你们也要记得分享啊 我一直在看你们的分享 你知道吗 你们没有分享 我很gag sim 你知道吗 很gag sim的 以日有鬼呢 以日有鬼 方为福 才有福 这个日有福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你看 一看 一看这个八字啊 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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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 不用说了 有没有鬼 没有鬼 没有鬼的话 这位先生 或者这位女士 你的八字啊 缺贵 缺贵 那么有鬼呢 有鬼 你不可以说他缺贵 有鬼 有福 有福 无鬼 运难平 没有鬼 以目啊 没有鬼 这个字啊 他的运啊 平不了 平是什么 平是世界之所喜 也 世界之所喜 为平 平安的平 平安的平 听清楚 是平安的平 大家可能会认为 我们的运啊 最好是往上 最好不要往下 当你往上的时候啊 打过高尔夫球 都知道啊 哪怕是Tigerwood啊 他打得多高 对不对 到最后呢 还是会下 不管你打得多高 不管飞机飞得多高 到时候呢 还是会下 是不是啊 不管太阳 升得多高 到最后呢 还是要下 是不是啊 所以啊 真正真正了解运势的人 他喜欢什么 平 平则 静也 所以平静平静 先平后静 只有平到一个阶段 才能静 比如说一个人啊 烦的时候 你叫他关在一个房间 是不是很静啊 是 很干净 不是干净 是安静 但是他平不平 我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就像一个人 马票啊 开了头奖 中字不中钱 为什么呢 礼拜天开头奖 他拜六买 礼拜没有买 哇 你叫他拿着那个马票纸 去房间关起来 一个人静静的 你说他平不平 不平 给他中 中头奖 你去 在他的房间 平不平 也不平 乐得不得了 开心得不得了 电话一直按 没有中呢 也不平 电话也一直按 那没有玩马票的呢 那平啊 没有玩马票 开也不关他的事 这个就是平 无贵运南平 那有贵呢 有贵室内行 就是有贵呢 尽量做 有贵 无贵运南平 有贵室内行 有贵是什么意思 就是乙木有鬼 尽量做室内的工作 不要做室外的工作 不要做外的工作 尽量做内的 比如说他是 他是一个architect 尽量做内 尽量做内 或者开始做外 没关系 以后慢慢的尽量做内 这样子会比较好 到处跑 不适合他 乙木是什么 乙木就是花草树木 花草植物是乙木 乙木啊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如果八字属乙木的 求财不可直求 不可以直接求 一定要什么呢 通过十神三观来求 要通过十神三观 才能求到财 因为乙木很 比较细啊 他不能够直接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吗 乙木的财是什么 木刻什么 木刻土嘛 得而求其之 得到就可以 不能够勉强 一定要通过什么 通过十三 才能够生财 一定要记住 就像是我 把钱 放在 买屋子 然后最后呢 再把屋子卖掉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明白我意思了 那么做室内的会比较好 所以乙木如同什么 如同我们办公室的那些植物 我们办公室有些有树啊 小小个植物啊 花啊 草啊 办公室没有草啊 就是有一些小植物啊 那是乙木 乙木不能重检啊 你不能够狠狠地跟它 叉叉叉叉 乱捡啊 不行 所以这个叫乙木 丙 丙是这个 丙 这个叫丙 丙 丙 亦造乙木 丙呢 丙火呢 也可以造乙木 丙火也可以造乙木 丙火是太阳之火 可以造乙木 可以帮忙 乙日 这个叫乙日 记住 乙日 有鬼 就是乙日的人 如果八字里面有这个鬼 心情决定一切 乙木 只要有鬼 他的一生当中的心情就决定了他 一切 能控制心情 能控制情绪 就能够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东西 那有些人把这句话当成什么呢 要能吃得起苦 这条路不通 走另外一条路 要机灵 有些人的八字 不管走什么路都是死路 有些人的八字 明明是活路 他偏把他的路给堵死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咯 多咯 多到不得了咯 这个乙木 学八字千千万万不要 这个又不是我 我又不是乙木的 我是鬼水的 我不听了 不看了 不学了 那完了 那你的学问就不能够扩 扩展 再来 环境决定富贵 心情是决定一切 环境决定它的富贵 所以乙木 大家要想一想 如同植物一般 如同植物 植物 很注重在环境 比如说我们去花园 你看 花园 如果你去到花园 你看到一大堆的树 没有看到花 你会觉得 这个哪里是花园 这根本是森林 你看 森林 和花园 分别多大 所以森林 就是昨天我们说的 是不是昨天我说的 好像是 忘了 森林是 昨天我们说的 树木 今天我们讲的是花园 这样你就懂了 你看 森林里面的人 跟花园的人 永远不一样 永远不一样 要明白 再来 外观决定财富 外观怎么决定财富呢 不要 拉里拉他 不要拉里拉他 你不管是男的 女的 只要是以目的 多关注自己的 外观 例如 女的 就是 做一做 手指甲 可以吗 可以 男的呢 尽量让自己整齐 看起来干净 这个很重要 大家要记住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在帮助你们 都是在帮助你们的 一定要记住 这些都是在帮助大家的 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们再读一遍 让大家记得清 以日有鬼 心情决定一切 环境决定富贵 外观决定财富 你看重不重要 以之偏应为鬼 以的偏应是鬼 看到以 看到鬼 就知道他有偏应 那偏应代表什么呢 才华 偏应代表才华 所以一定要记住 那么 丙呢 代表什么呢 三观 丙代表三观 所以大家要记住 以目虽然喜欢鬼 以目虽然也需要丙 但是不能单有丙 没有鬼 一定要先丙后鬼 先丙后鬼 所以 鬼和丙呢 不要太靠近 比如说这个是丙 这是鬼 这是丙 太靠近 太靠近 不要太靠近 以目求财 怎么样 以目的人要求财 以目求财 听清楚 以目求财 听清楚了 这一段 取实 那 藏财 取实神 这个叫实神 用实神 求 藏财 藏是什么 藏是未来的财 取三观的话 求素财 素财是什么呢 现在的财 我告诉大家 八字最讲究的一句话 大家要永远记住 不管你是什么命 要记住一句话 你想要有钱 你一定要 赚未来钱 你千万千万不要赚 现在钱 不要赚 现在钱 一定要赚 未来钱 这句话 大家要去消化 要慢慢的去学 慢慢去想 赚现在钱 不发达 赚未来的钱 你一定 不穷 我不要说你发达 至少你 不穷 不会穷 肯定不会穷 一定要记住 那么 直接 取财 这三身 如果 以穷的人 要直接取财 那么 大家都知道 以穷之财 为什么 为土 对不对 以穷的财 为土 以穷的人 一定要 永远记住 这句话 地再大 听清楚 以穷的财 就是 土 以穷的财 就是土 土 就是土地 土地 有多大 不关你的事 明白了吗 财 有多大 不关你的事 就比如说 银行的总裁 是以穷 他整家银行的钱 有多少 关不关 他的事 不关 他的事 不关 他的事 他虽然是总裁 也不关 他的事 他是总经理 也不关 他的事 银行的财 不是他的 银行的钱 不是他的 但是 他在银行 是要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又是 室内的 听得懂 那就不得了 那就非常好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 昨天我们教假木 今天我们教乙木 让大家呢 能够学习 学习的更多 是吧 能够让大家 学习的更多 这个很重要 那 现在呢 我们来 谈一谈 我们来教一教 这个 大家喜欢的 桃花 其实啊 桃花呢 有分 桃花 个别桃花 都不一样 个别的桃花 都不一样 桃花是一个 很复杂的 桃花真的复杂 真复杂 桃花如果 没有好好的去 解释的话 十个 八字 学桃花的 十个都误解 所以 桃花 很多人有兴趣 不一定是说 我结了婚 我就不要听 不是 那就把桃花 给看成什么了 不是的 所以那么多 桃花那么多种 我们慢慢的 一个一个 跟大家分析 没有办法说 全部 一次里面 全部都分析 没有办法 我们一步一步 跟大家分析 这个桃花 桃花呢 主要 我们要看 两个地方 桃花 我们来 注意这个字 注意 桃花 如果你要学桃花 你要注意这个字 这里 你的八字 你们如果 没有命盘的人 可以播 64432137 64432137 前台会接 听你的电话 然后你告诉前台 我没有助理 那么或者你认识助理 你就叫他接听 助理 助理接听 没有助理 没有关系 你就跟他说 我没有助理 他就介绍一位 助理给你 你跟助理说 我想要买 师傅交的那个八字 命盘 10块7毛钱 不管你在 哪个国家 我们都可以 email给你 当然你想要自己 下来拿 也可以 要注意这个地方 还要注意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要注意 大家都知道了 都知道 是不是 都知道 这个叫做年 上面呢 叫年干 这个叫年姿 所以要注意 年姿 我舍得起来的年姿 这个叫做月 满 月 这个叫做日 日 这个叫时 时 年干 只论什么 只论年 和 日 听清楚了 桃花 桃花学得好 你一生 可以说是 没有阻碍 而且桃花 很能够帮人 特别是帮朋友 特别是帮朋友 所以记住了 有这张的人 没有这张没有关系 没有这张没有关系 因为迟早都会有 10块7毛 所以没有 对不对 迟早都能有 所以 一定要注意这里和这里 就是要注意你的 year and birthday 不要去看你的月 不要去看你的时 记住了 桃花 桃花 好 今天我们来教桃花 今天的桃花 这一课 跟平时不一样 跟平时不一样 今天的 这个桃花课程 相信 大家能够学了很多 能够学很多 有没有 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第一步 要懂得看哪里 要懂得看哪里 要找出桃花 要找出桃花 首先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年之 记住 这个叫年 这个叫年 叫之 这叫日 之 要叫之 记住 所以我们叫年 年 还有 日 bracket 之 这样子 一定要记住 那这两个是什么字 这两个是什么字 很重要 所以平常我们的桃花 都有两种 一种是年桃花 一种是日桃花 年桃花 或者是日桃花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来 我们来先说一下 如果我的年 或者说我的日 是这三个字 就是出现这三个字 这叫 迎 这叫 舞 还有 虚 好 迎 舞 虚 就是说 你这个字 是虚 迎 舞 或者你这个字 是迎 舞 虚 随便 这三个字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字 好像你看 有啊 我们今天教这个 我们教这个 大家一定要全部都学 千千万万记住 要全部都学 你千万不要 这是我的 OK 我学这个就好了 哎呦 完了 那就完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玩呢 因为你要记住啊 桃花绝对不是一个人啊 说到桃花就是什么 就是两个人 你和你另一半 对不对 但你只学你自己的 但你另一半呢 哎 另一半 不是这三个 完了 没有学那天 什么 都要学 都要学 所以我的 这两个 这个是 年姿 或者是日姿 有这三个字吗 有 有的话 注意听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一定会教的 但是你要注意听 总共十二个字 那么有了这个字 有了这三个字 那你就要更注意了 如果有这三个字 那你就要注意 你的八字里面 有没有出现这个字 叫毛 有没有出现到这个字 叫毛 如果 如果 我的年 或者我的日 是一个 银 或者五 或者须 哎 我的八字有毛 哦 我的八字有毛 那就是桃花 那就是桃花 哎呀 我没有咧 什么 没有就没有桃花咯 嘿 不是的 来 看一下这里 注意啊 注意啊 这里 没有对不对 没有毛对不对 如果说有这三个字 然后没有毛 注意看啊 还有这里 哎 看到吗 这样子啊 这样子 给大家看 让你们看得更清楚啊 比如啊 我打个比方啊 我打个比方 你看 这边有虚哦 嗯 哎 老师教过啊 虚就是毛啊 虚就是毛啊 好 那 我的八字有没有 或者这边虚 或者这边虚 随便啊 有没有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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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了 怎么办 没关系 来看这边 这边有没有 哎 有哎 哎 有毛了 十一到二十岁 有毛 那她的桃花 出现在十一到二十岁 哎 那会不会太小了呢 桃花跟婚姻不一样 桃花不是结婚 桃花不是结婚 桃花未必是好 也未必是不好 等一下我给你们解释 先告诉你一下 毛 那她可不可以二十岁 认识一个人呢 然后慢慢 到二十五岁结婚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不是桃花出现就结婚 那吓死人了 马上出现 马上结婚了 不是了 不是 哎呀没有了 你看我 十一岁二十岁啊 到了老啊 到了九十岁都没有啊 那怎么办呢 第二步 第二步 年有虚 要有毛 年有虚要有毛 没有呢 没有关系 别气呢 还有这个啊 有啊 对不对 那有的桃花在哪里呢 来这个 有的桃花在哪里 看这个啊 看这个 因为有些人 已经有了我的 正觉万年利 那么 很简单 我以前已经有 写好给你们了 这张已经被人家 完了 被人家失去了 你看他们啊 把我这张 你看看到吗 把我这张失去了 没有关系 好了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担心 这个没有 还有这里嘛 对不对 还有这里啊 师傅啊 我这个是虚 我这个也是虚 那没办法了 好 所以如果没有毛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看看看看 到九十多岁都没有毛 也不要担心 为什么呢 每十二年都有一个毛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 对不对 2011年42岁 也有毛啊 你看毛一出来 你看桃花是不是出来了 年桃花就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 所以不要担心 先不要去 我这样交了之后 你第一件事 哎呀我的有没有啊 哎呦没有啊 哎呦啊 完了完了啊 千千不要这样子 八字不是这么学的 好 来 所以记住了啊 刚才的这个地方 记住 这个地方啊 你们到时候 有这张纸就会知道 这些地方叫什么呢 叫大运 叫大运 这个地方叫大运 大运没有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 不要看青色哦 看这些地方 哎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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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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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对了这个叫流年 哦 看流年 好 所以啊 第一 这个三个字 这个三个字 如果出现在你的年 或者日的话 你就要找这个字 这个字 如果有在你的 八字 有在你的八字 四字内 就是有桃花 没有呢 不用解音 还有大运啊 大运也没有呢 还有流年啊 肯定有的啦 没有没有的啦 所以这些都有的 放心啦 明白了 所以不要担心哦 不要现在在 在这个电话前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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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料了 没有了 不会的 好来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讲 听清楚了 如果我的八字 那比如啊 我打个比方啊 我是属老虎的 哎 我属老虎的 然后呢 我看到了这个 哎 有毛哦 老虎哦 那肯定是毛了 那肯定是毛了 如果是属马呢 哎 马 这个叫马 这个叫马 马的话呢 也是毛啊 也是毛 那我不是马 我是狗呢 属狗 属狗 属狗也是毛 哎 又是毛 就对了 就对了 明白了吗 就对了 所以我们先说这三个生肖 说这三个生肖 来 属虎的 遇到这个 毛 是桃花 好不好 听清楚 毛 营毛 桃花 昏异词 就是说 如果 如果 如果我在 大运 看到这个 卯子 我在大运 看到这个 卯子 或者我的八字 里面 有这个 卯子 那么 结婚的时候呢 要迟一些 大运的话呢 那通常就要看你几岁 那比如说 二十 七八 那算迟 那男孩子呢 三十过头 就算迟 所以啊 如果 你是属老虎 而你的八字 有这个字 或者留年 有这个字 这个就告诉你 那 我是属老虎的 我可不可以在 兔年结婚呢 几岁啊你 对不对 你几岁啊 我 十八岁 你不行 为什么呢 第一句话就说了嘛 营毛 桃花 婚一池嘛 今年几岁 十八 十八不行 男的女的 男的 今年几岁 比如说遇到兔年 老虎想结婚 遇到兔年想结婚 你几岁 三十二 男孩子啊 请 女孩子也行 是这个意思 叫做 营毛桃花 婚一池 婚配切记 眼为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虎的人啊 如果有这个毛 或者大运啊 老虎啊 大运有这个毛 马和狗不一样啊 马和狗不一样啊 你别穿哦 我现在说老虎哦 你别乱餐哦 婚配切记 眼为食 要用眼睛去看 不要用耳朵去看 耳朵去听 哎呀 我跟你讲 这个男的很好的 他用什么讲 用嘴巴讲啊 用嘴巴讲 你不要去管 用嘴巴讲 你千万别管 你相信我 我介绍你这个人 你相信我 好 我们去看看先 为什么呢 八字师父有教过 老虎遇到了毛呢 就一定要什么 如果这个老虎遇到毛啊 在你的八字里面啊 你一定要 亲眼看 一定要亲眼看到 其实啊 就是要叫你啊 多接触 跟这个桃花的人 跟这个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多接触 明白了吗 多接触 听懂了吗 不要只听 那么婚姻呢 老虎 是不是和兔子 不是哦 是老虎命的人 有毛的话 你的这个老公啊 你这个老公呢 最好呢 就是 什么东西都不要听人家讲 都要用眼睛去看 所以 只要八字有银毛 出现 他的婚姻啊 我们要这样劝他 那个 六婶啊 什么 五叔六婶啊 七姨八婆的啦 说啊 你的老公 或者你的老婆啊 什么样子 你要 记住我的话 因为你的八字里面 属老虎又有毛嘛 或者你的大运 又遇到毛嘛 对不对 那 你要记住 婚配 切记 眼为时 婚后 亦须眼为时 结了婚 也是要眼为时 所以 属老虎的人 遇到了 兔的大运 十年的兔 兔年大运啊 十年啊 或者流年 属兔年 一年而已啊 一年而已啊 你都要记住 不要只是听 一定要看 这样你的婚姻啊 就会美满 你看到吗 兔年一来的时候 属老虎的人 兔年一来的时候 特别注意 为什么呢 桃花鸣线 桃花鸣线就要注意 所以 我四十多岁啦 不用担心啦 不对 眼为时 还是要注意 你看 桃花是在谈什么 一个真正教你八字的人 会告诉你 桃花是在谈 夫妻相处之道 也是桃花 如果遇到了这个 毛在他的八字 那你要劝 难的吗 这个老虎是不是难的 是难的 那你就要劝他 难娶近期 就是娶老婆 要去 靠近你的 最好是你住在楼上 他住楼下 那靠近你的 女呢 女嫁远 女呢 要嫁远一点 毛 这个 我属老虎 我八字有一个毛 那嫁远一点 那师父 我今年 我属老虎 对不对 我在初年结婚呢 去度蜜远 你是女的嘛 你是女的嘛 那去度蜜远 明白那个意思了吗 这样呢 夫妻恩爱 夫妻恩爱 你看 八字啊 多可怕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夫妻和和 如何 这个度过那些什么 桃花节危难一大堆的 乱七八糟的 还没有完 夜心 三旺 得贵子 事业 很新 新就是什么 新旺 做生意呢 很旺 做工呢 很新 做生意很旺 叫夜心 三旺 三是 商人的商 这个 商家的商 做生意的意思 三旺 得贵子 孩子 很好 孩子会带福给你们 你看 好不好 对不对 一听就知道了 哎呦啊 我的妈 原来啊 这个桃花才是这样子的 而不是 翻桃花 翻桃花 有桃花 桃花节 桃花节 不是了 乱七八糟 我们说 桃花 做偏财 父亲 桃花 令尊 桃花来 这桃花 做偏财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的 父亲的桃花很重啊 这不要乱解释 懂吗 桃花座七煞呢 称为桃花煞 就桃花节 桃花称为桃花 那女孩子桃花做偏财 好不好 好啊 那代表什么 老公疼你 那老公疼你 不过呢 可惜 老公呢 有外遇 明白吗 要记住 来 我们继继 这个就是 这个桃花 所以 记住了 八字 刚才我说了 我怕大家又心 又刚开始来 不知道 所以 这样啊 八字 八字年 或日 这个是年 或日 见 银 五 须 某为桃花 流年 大运 见某 亦如是也 好 来 我们继续 我不是哦 我属马的 我是属马的 那属马呢 遇到某呢 也是桃花 也是桃花 那 怎么样说 如果我是属马 我的八字里面 有这个字 那就是桃花 我是属马 我的大运 有这个字 那桃花十年 我是属马 我的流年 有这个字 那桃花一年 桃花一年 有人这么问我 我是属马 我身上 纹 纹身 纹一只白兔 那怎么说 我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古书没有写 你的身体会跑出一个兔子 会怎么样 那我不懂 有些人说 我是属马 我喜欢吃兔肉 会不会有桃花 我不懂 我觉得这是 是吗 好来 属马的人注意了 你 八字没有毛 对不对 你大运也迟早会遇到毛 那大运没有毛 那你多两年不是兔年了吗 对不对 一定会有嘛 好 所以属马的要注意 属马呢 我们叫做五 这个叫马 这个叫马 属马 来注意 属马 遇到毛 我们叫做五 这个叫毛 五毛 桃花 最可怕 有些人 他虽然不是马 但是他的这个日 是五 他这个日 是五 也重 这个日 是五 也重的 也是重的 就是这个日 所以如果这个是狗 然后我这边是五 那肯定是毛 这边又是马 就是日 年月日的日 底下是一个五 下午的五 那就是再说你了 懂了吗 不单单是属马 日的底下是五 也是重 来再说一次 五毛 桃花 最可怕 最可怕的 就是这两个 最可怕 天鹤 地破 必分家 这个桃花来得不好 会分家的 所以属马的人 八字有这个毛 属马的人 八字有这个毛 哎呦 这个桃花 婚姻啊 桃花 结了婚啊 很麻烦 所以属马的人 属马的人 属马的人呢 如果没办法 一定要在某年结婚 我们建议他 不要啦 可以不要就不要咯 所以属马的 遇到这个毛字 天鹤 地破 必分家 必 必定 分家 犯到了天鹤 地破 他就分家 这婚姻就不好了 所以 刚才我说 如果这边是虚 属狗 这边是五 那怎么办呢 一定要用虚 千万不要用五 用虚 来断 桃花 来断 算他的桃花 那么用五呢 那就完了 这个是我看过 有些人在批算的时候 说你是属毛 属马的 那 毛是桃花 很好啊 桃花来了 什么什么 一大堆啊 哇 惨 听了就知道 毛孔悚然 为什么呢 什么叫天鹤呢 大家记住 天鹤 就比如说 马呢 就是五 毛呢 天鹤地冲 是什么意思 天鹤地冲 比如说 上面是丙 叫丙武 对不对 然后他的这个 毛呢 是鬼 哎哟 那不是水克火吗 水火相克吗 对不对 那不是克 那么 毛和五呢 不是破吗 那天鹤地破 这个叫天鹤地破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不明白正常了 慢慢学 明白 马上明白 那学十多年了 跟我就十多年了 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叫 天鹤地破 必分家 五年生人 偷天日 什么叫五年生人 如果我是属马的 你就不要用马 你要偷天日 偷天换日 懂吗 就是你要用日 来算你的桃花 千万不要用 马 来算你的桃花 要用日 来算桃花 叫偷天日 五年生人 就我是属马 我不可以用马 我要用我的日 我要用我的日 所以听清楚了 我要用我的日 叫五年生人 偷天日 男伤 女魄 犯天杀 如果是男孩子的八字 那就 这个男孩子 自我受伤 女孩子的话 自我破家 犯天杀 天杀是可能 可怕的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说你这个天杀的 多狠 要记住 那么还有一个 属狗的 属狗遇到这个卯字 也是桃花 属狗 属狗遇到这个卯字 也是桃花 那要怎么说呢 这个叫狗 我们叫虚 虚 所以有时候我们学八字 一定要记住 很多人喜欢说什么 我家有一只猪 一只鸡 一只狗 两只老鼠 那没办法 他喜欢这样讲 我们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但真正呢 狗叫虚 虚 你的老婆是狗 难听 你和你老婆都是狗 对 很难听 对不对 所以狗叫虚 虚和卯也是桃花 那怎么样呢 虚 虚 虚卯桃花 虚珍惜 虚卯 我的八字 有虚 有卯 虚卯桃花 虚珍惜 需要很珍惜 需要很珍惜 两人相遇 今世虚 你和你的另一半 是前世的夫妻 今世又在继续 今世又在继续 若现 笔尖 切莫早 如果 有笔尖出现 千千万万 不要早结婚 夫妻相合 照天地 那就好得不得了 是吧 好得不得了 所以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 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 在讲桃花 当然我知道 有些人来了 心里面来了 老鼠呢 龙呢 猴子呢 心急了 但是这个你要听得懂 你们一定要听得懂 你听不懂 那就麻烦 你听不懂的话呢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 属狗的 对不对 属狗的 属狗的人呢 那他的八字里面 有没有毛 那么如果是在 狗日 狗的日出生的 狗的日出生的 他的八字里面 狗的日 有没有毛 狗的日出生的 有没有毛 这个要学好 好 所以我们把老虎和兔子 说一遍 银毛桃花 婚一池 婚配切记 眼为时 男娶近妻女嫁缘 男娶近妻女嫁缘 夜心三望得贵子 那记住 这个还是不错的 但是要迟一点结婚 这个 五和卯 五卯桃花 最可怕 天刻地破 必分家 五年生人 偷天日 男伤女破 犯天杀 哎呦 这个是很可怕的 这个很可怕 狗 狗的这个桃花 虚卯桃花 虚珍惜 两人相遇 今世续 今世再继续 两人的相遇是 前世是夫妻 今世又是夫妻 若羡 笔尖 如果八字里面出现了笔尖 若羡笔尖 切莫早 不要早结婚 夫妻相和 照天地 哎呦 夫妻和和的话 吵吵叫无所谓 但是呢 关键还是要和和 那么 照天地 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样子学八字 大家才能学得 很起劲 这样子学八字的话 我相信 大家才能 学得多 学得好 是不是啊 学得多 学得好 我觉得 这样学八字很重要 所以大家在 学这个八字的时候 学这个八字的时候呢 一定要 一定要 很用心 很用心地学 千千万万 不要 单单只是说 哎呀 茶 桃花在哪里 简不简单呢 那太简单了 桃花在哪里 那太简单了 还有 大家要记住这里 一定要记住 当你们有这张的时候 你要记住这里 要记住这里 桃花 比如说 这个桃花 桃花 如果说 你的桃花是卯 而卯呢 在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桃在年空 看到吗 桃如果在年空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 就年空日空啊 年空日空 那是很危险的 那是很危险的 什么样的危险呢 就是你要注意 你的另一半的健康 你要注意 你的另一半的健康 他健康可能就不好 所以有些人说 师父你教我们算八字 他们自己 自己算他自己的八字 他觉得 好玩 通常说好玩 都是得到的成绩不错 那有一些人会觉得 哇真准 我真的是如同你所说这样子的 但是千千万万 千千万万记住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认为说 把桃花位置说清楚 那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这样认为 所以大家要改 要改变桃花的想法 善用桃花 我们就知道 哎呦我的八字里面 哪一个字是桃花 那桃花出现的时候 我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很多人就觉得说 桃花我已经结婚了 桃花出现代表 我会去找女人 我会去找男人 那不是 那不是 那太狭义了 你学东西学得太狭窄 不对 我虽然结婚了 我有男朋友了 我有女朋友了 那么我的 桃花字 那个地址出现了 在流年也好 在大远也好 那代表什么呢 要代表着 看一看是 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出现是好 还是不好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卯和虚 对不对 属狗的 属狗的 那兔年来的时候呢 他的 这个 这个 结婚了 对不对 那你平时跟老婆 有没有相合观 有没有相合 没有相合 没有相合就完了 没有相合的话 那那一年 可能就什么 人家趁虚而入 趁虚而入 两个人的感情 我们就 欠虚而入 明白吗 那么 还有一点 桃花 桃花 能够防 能够帮我们 防小三 能够帮我们防小三 比如 比如 我们知道 这个 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 会 会 很花心 那么 有了老婆之后呢 还一直跟人家说 他是单身的 是不是 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做 我们就尽可能 不要介绍 我们的女孩子的朋友 去认识这个男孩子 是不是这样子 那是不是叫做防 你怎么会去介绍 你的好朋友 去给他呢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的好朋友是单身嘛 你知道这个人是渣男嘛 对不对 中国人叫渣男嘛 对不对 那么 你 你怎么可能会介绍给 你的 好 好朋友 不可能 这个就叫什么 防 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那么 我们 学八字的 看到这个八字 哎呀 比如说 属狗的 我们看到 这个属狗的 兔年要来了 对不对 兔年是什么时候 兔年就是多两年 对吧 今年是 对 多两年就 差不多就是兔年了 然后我是属狗 我是属马 我是属老虎的 对不对 比如说结婚 结了婚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不能带他去什么 什么夜总会 不能带这个男的去夜总会 少跟女孩子接触 我们是学八字的嘛 你的朋友一个是属马的 一个是属狗的 一个是属老虎的 哇靠三个都让你遇到了 那兔年的时候呢 两三个人 再加上你 四个人去哪里 多去哪里 多去咖啡店 咖啡店应该是没有什么女孩子 对不对 去夜总会 那完了 去赌场啊 那这边认识 那边认识的 对不对 钱没了 家里还搞税了 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学八字跟没有学八字的不同点很大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学八字 学了之后不会发达 为什么很多人学八字 学了 就是他不会去发达 他想要帮自己发达 想要让自己赚大钱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取用 比如说假木和乙木 我们昨天和今天在教的 昨天教假木 今天教乙木 对不对 假木和乙木两种 他们的财都是属土的 我教过你们了 木我克嘛 木克土嘛 所以木为我 我克为土 土为财 我克为财 是不是 我教过你们了 是不是 所以要记住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要这样子去 因为这个人说 他是属木的 你要分清楚 他是假木还是乙木 乙木的话 不能直接 乙木啊 不能够直接取材 因为乙木 它本身是植物 植物的根 不管砸得多生 净土啊 植物一定要土 一定要土 但是不管他砸得多生 他不管砸得多生 他还是会怎么样 还是不能够拥有 整个土地 那遇到了硬土呢 他还砸不下去 所以乙木的人 我经常都说 乙木的人呢 求财 随遇而安 那么乙木啊 你看 我们初一十五啊 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乙木 看到吗 这个 这个就是乙木 这个啊 这个 这个就是乙木 看到吗 这个叫乙木 你看 放在那边 十多天了 还是这样先例 为什么呢 它底下是不是要流水啊 看到吗 对啊 那不是上次我们教的吗 不是上次 对 上一次 我们不是说吗 这个乙不离鬼吗 乙不离鬼吗 就是乙木本身自己 一定需要水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乙木 你就需要水 你就需要水 那么乙木呢 不能够跟 我们说木能克土 对不对 木是可以克土的 但土坚硬呢 木就断了 甲木又不一样 甲木 甲木取财 直取 乙木取财呢 谁遇 谁遇而安 谁遇 不能够勉强 所以乙木 要通过什么 要通过 食神三观 去取财 因为我生食伤 食伤生财 他要通过那条路 去取财 财能够发达 不要说发达啦 就财能赚钱啦 才能说赚钱 这是真实的 所以谁不会发达 谁不会挣钱 不懂八字 那么就少知道一个 挣钱的方法 你看我们要去爬山 我们拿着foot bag 对不对 要去爬山 在爬山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准备什么 很多东西在里面 缺一不可 真的 缺一不可 准备好了之后呢 一下 然后呢 直接去 去爬山了 而且你要上山多久 你的back bag啊 就要多少个食物 受伤啊 什么啊 等等啊 这些 所以你看他们爬山的人啊 很大包 那有时候呢 非常非常大包 好大好大 好多 有些他们要去一个月 有些要七天 那如果去一天的呢 那不用 不用那么多 去一天就不用那么多 意思是什么呢 具备 你的路 你到底要走多远 你的钱 到底要赚多少 所以记住了 乙木呢 比如说 乙木的人 必须要靠 他的员工 来帮他赚钱 那乙木 乙木自己去赚钱 那很难 乙木自己去赚 那很难 那我是打工的 我不是做生意的 我是乙木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我的八字 那我跟 我教大家 乙木不要独自的 自己去做一个contract 不要独自自己去做一个contract 乙木要分工合作 把这个计划给做好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所以乙木 乙木 你买物质 然后最后呢 卖 你赚钱 那个可以 那个可以 所以乙木求财要有法 甲木求财要直接 要看身强身弱 怎么样画烂桃花 那要看你的桃花有多烂啊 就等于我这样说 手烂了 要怎么样去治 那要看你的手有多烂啊 对不对 烂到看到骨了 那没得治了 那直接的去找医生 没得治了 才刚刚看到 老人家说放一点冰块 放一点什么什么什么膏 烫烧膏 所以 看情况 你不可以随随便便 就教你怎么样画 我告诉你 你放一个桃花键 放一个桃花 都还不知道 其实有可能 觉得是烂 比如说 我说一下 烂桃花 对一些人来说 什么叫烂桃花 我有烂桃花 那什么叫烂桃花 就是 很多人来搞我 很多女孩子来搞我 很多男孩子来搞我 我是一个女的 很多男孩子 哈喽 要吃饭 要吃饭 什么 对不对 那叫烂桃花 不是哦 那不叫烂桃花 明白吗 你试一试 你穿警察的衣服 你看他敢不敢 哈喽 来吃饭 来看电影 你看他敢不敢 对不对 你警察 警察的uniform穿下去 来来来 来来试一下 你看 是不是 我们所谓的烂桃花就是 我认识了这个男孩子 认识认识 我们就叫渣男 渣男 他恋爱 什么叫渣男 中国说渣男 他恋爱的目的 不是为了结婚 就是渣男 consident as渣男 那么那个叫渣桃花 那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认识清楚 认识清楚 那就没有渣男了嘛 第一个给你遇到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 是不是 烂桃花 我们自然称他是烂桃花 那那个烂桃花 这肯定是有吸引你的地方 而你为什么就那么容易被吸引 问题在自己 是谁烂 听清楚 烂桃花 他的桃花都烂了 不要说他的桃花烂 我们去买苹果 苹果烂了 你都不会买 你说呢 你去水果店 这个烂了 你还会去买吗 不可能 看的时候 是苹果挺好的 看的时候是好桃花 带回家的时候是烂桃花 那怎么办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眼见为师 眼见为师 所以遇到了好桃花和不好桃花 我们八字参考 最可怕的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鼠马 遇到鼠 遇到这个兔啊 遇到毛啊 那麻烦了 那都叫做天煞了 都叫天煞了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男孩子跟你在一起 对你很好 他不可能 也不要说他 他有没有对你有非分之想 我们不说这 就对你很好 然后也对你很好 最后呢 因为某些事情呢 分开了 然后呢 你去认识另外一个 那另外一个又来了 也对你不错 然后最后这个第一个呢 回来了 哎呦 乱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你还挺喜欢第一个的 那第二个怎么办 这种叫乱桃花 不叫烂桃花 所以啊 大家要明白 要明白 所以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如果可以的 可以的话 一定要懂得 我们的桃花是处在什么位置 不要随随便便就说烂桃花 你认为怎么样的定义 比如我们说有钱人 有钱人 那要看你的定义了 多少钱才说有钱 对不对 现在你们家 你们现在在家对不对 是不是在家 那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现在你们的家 谁的家没有钱 对不对 那你们是不是叫做有钱人家 是不是啊 谁的家没有钱 有一块没有 没有一块有格没有 对不对 那你就看 是多少钱 我也是有钱人 为什么呢 我现在上 我的口袋里面 有一个十块 有钱 但是钱的定义 钱的定义 是在多少 钱的定义 是在多少 你说 假牧生强和身弱 请问什么分别 身强啊 身强你可以直取财 身强可以直取 可以直接取财 身强 身弱的话 那不行 身弱了怎么取财 身弱了怎么取财 明白了吗 请问 师傅 请问什么是 日桃花 什么 什么是日桃花 年桃花 年桃花 桃花从年之上 索取 日桃花 桃花从日之上索取 就是这个分别 年桃花 有人说 是内桃花 日桃花 有人说是野花 外桃花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不好的桃花 还是好的桃花 记住 好坏是你分出来的 既然你知道 这个是坏桃花 也就是 直接说 这个男孩子不好 你知道了 这个男孩子不好 那肯定是有你的 你的 你一定是接触了一些东西 你才会说他不好 对不对 你一定是接触了嘛 接触了之后 他怎么样怎么样你了 你才说他不好 对不对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桃花 接触了 失败了 我们两个 接触了 分手了 那从分手的当日 你应该能够找到 你的缺点 对不对 分手 才能找到你的缺点 所以大家要注意 要注意 单掌拍不响 单掌拍不响 要记住的 记住 如以牧身强 也不可以 以牧身强 可以直取 以牧身强 可直取 但是还是建议 以牧 不要直取 就算身强 也不要直取 不要直取 我是建议 我是建议 身强也不要直取 师父 你命年之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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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日之 银可已 嫁给 男命 毛吗 那跟 这个 这个 是相隔八字法 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 OK 比如说我是银 我是属老虎的 我能不能嫁给属兔子的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叫相隔法 这个没有关系的 不可以这么说 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八字是这样子 我的身体 我的身上 我的身上有炸弹 靠近我的时候呢 会不会被炸死 不会 因为炸弹还没引爆 明白吗 当我引爆的时候 谁靠近我 那谁完蛋了 理解了吗 所以 他是他 你是你 不能相提并论 千万记住 不要相提并论 不要相提并论 一定要记住 师父 虚和害 和吗 不能够 一直这样子说的 千万不要这样子说 懂吗 你跟我和 我跟猪不和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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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子 这样肯定就不是 在跟我学八字的 记住 记住不可以这样子 而且我们学八字 千万不要说 你属什么的 老鼠 你老公呢 属马 我老兄啊 你和老公 冲啊 冲你的死人头 没有的 没有这样子说的 还有些人 你属什么 属老鼠 你孩子 属马 冲你啊 强烈了 完了 那这个八字 这样给你 那么容易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很简单嘛 就不是的 绝对不是这样 我有看过什么呢 我也有看过 八字相合的 属狗的 哦 和 属兔的 哦 相合 yes 别舍贝利的和 最后呢 离婚了 对不对 没有的 不不不 千万不要 不要这么想 人的和与分 跟他的生肖 是没有关系的 跟他生肖 没有关系的 跟他什么 跟他的相处 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八字 一定要看这个人 比如说 这个人比肩很多 那就是什么呢 诶 很固执 那么你还要用 硬拼硬的 去硬碰他 那你找死嘛 啊 对不对 就好像一个人 如果他是 他要从楼上跳下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有机会 接触到他 那你问我 师父 你会怎么劝他 我说等一下 你先给我你的八字 我不像那些 那些师父 那太厉害了 那些那些 长官什么的 心理学家什么 谈判专家 来我跟你讲 我谈谈谈谈 谈到最后他不死哦 我那太厉害了 那个太厉害了 我不会 那你给我你的八字 那给我一分钟就好了 不用两分钟 一分钟看一下 OK 好了 我懂了 我懂怎么样去劝他 这个才叫八字 八字是看了之后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劝这个人 那有一些人根本你不用劝 你话多 死得更早 师父 俗马年 空有卯 空王是吗 你是不是说空王有卯 该怎么办 空王有卯 那不能用卯咯 那就不能用卯咯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反正 刚才我们都说了 马和卯 这个武和卯 这两个是不能用的 那么他有空王的话 那不能用卯 然后也能够化险为夷 但是还是不能用卯哦 因为卯是不好的 空王是没有的意思 空王是消气的意思 消气的意思 只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师父 偏强 跟 强 什么 偏强 是没那么强 有因素 而导致 它 弱 强不一样 强的话呢 很难导致它 弱 强很难导致它 弱 就是这样的意思 请问师父 今天的桃花 和 纸 五 有 四大桃花 有什么不同呀 什么叫 今天的桃花 和 纸 五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 银五 须的 这个 还有毛的配合 跟这个 纸五 毛 哦 不是 不是 你说的是 你说的是四字桃花 也是我们说的四神桃花 纸 五 毛 有 纸五 毛 有 是四种桃花 四种桃花 那么我们今天教的是毛嘛 对不对 就是什么样的生肖 遇到了毛 就是一个桃花 你说的是 纸五 毛有嘛 毛的桃花 是属木性的 五的桃花 是属火性的 那么有的桃花呢 是属金性的 就是这样子 纸的桃花 属水性的 所以你说的是四神桃花 它的总结 今天教的就是老虎啊 马啊 还有属狗啊 这三个的是木性桃花 明白吗 大家应该要看什么 我就每次都介绍大家看 这个通天论 还有穷童宝剑 一定要看 真的是一定要看 而且很简单 看到了这个穷童宝剑之后 你们就能够知道 因为穷童宝剑呢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用的是日干 还有日枝 月枝 但是它用的这两个 不代表说 全部 它是在教你怎么样用 怎么样去取用神 所以千万要记住 看穷童宝剑 还是看我的八字用神 你们不能只是单看 你要全论 那就可以了 如果很喜欢听我讲这些文言文的话 只要你翻一翻我的 KX Fan 很多 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很多 你们可以慢慢的去看 所以有一些人 他们在学八字的时候 学八字的时候 他主要学什么 主要 他就是学破 和相合之法 但是一定要记住 我们不怕天 天和地冲 或者是天克地和 我们不怕 我们怕的 就是天克地冲 或者是天克地破 这种八字 我们是最怕的 有四种 如果出现在你的年月日时 如果说这四个 出现在你的年月日时 那不一样 如果这四个 出现在你的年月日时 我说的是天克地破 天克地冲 那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个八字 就在那个时候 就会有一点什么 会有一点危急 但如果出现在你的大运 那就麻烦了 大运 大运的话 你就要推算什么 推算到那个流年 如果出现在大运 所以只要记住 我们的大运 和我们的八字 大运两个字 和我们的八字 四个字 有共同发生了 天克地破 或者天克地冲 那么在流年的时候 你要注意 因为这个就关系到 我们的寿命灯 就关系到我们的寿命灯 我们寿命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寿灯 很容易就被吹灭 所以为什么一个八字 我们能够算到一个人 什么时候死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帮助了我们的寿天克地冲 还有跟祭神 你跟祭神和 那就惨了 祭神千万不要跟祭神和 你跟仇神和 仇神知道吗 就在这里 你们要看这边就知道了 你们的寿神仇神是什么 看这里就知道 如果你跟仇神和 小人当道 如果你跟祭神和 祭神当家 祭神千万不要跟祂和 仇神和还行 最多是说 认识了一些卑鄙无耻的小人 那你要用你自己的方法 因为你已经认识了 那你要用你的方法来托他 托解他 那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是跟祭神和 你就麻烦 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真话 这不是假话 这是真话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在我们学八字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看到了吗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说你是为了想要 赚更多钱 那一定要记住两样东西 一个是食伤 一个是财心 这两个东西 其他的东西管不着 管不着你 所以最简单的 不要跟祭神和 就是我们说的 不要结交坏朋友 就是这个意思 不对 结交坏朋友是仇 跟仇合 不是说他是我们的仇人 不是 他会带给我们很多麻烦 这是真实的 然后你沾到这个麻烦 又是不一样的解释了 你沾到了仇神 不一样 比如说 这个是小人 那么你去沾到了他 那该怎么办 要该怎么脱 那就靠你自己的智慧去脱离 你要用什么方法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八字不会教你去用什么方法 他只会告诉你 要注意 那犯到了吗 犯到了 比如说 跟这个仇神相合的话 跟仇神相合 那怎么办 那你已经犯官非了 犯了吗 犯了 犯了 那命理学家是不能够教你 怎么样去化官非 没有这个道理的 你请一个好律师就对 尽量赶快去找一个好律师 那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生病一样 那生病了怎么办 找一个好医生 你还在那边算什么 就不是很直接了吗 我们能帮的就是 还没有事发生的时候 所以中医很厉害 中医什么 中医 这个中医是不治已病 自未病 中医啊 他治你的病啊 如果已经病了 他不治 他治那些 他治的就是还没有病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头痛 我经常都说 我们头痛 中医按这里 好奇怪哦 他不按这里 他按这里哦 是不是 他就是很奇怪的 这就是中医 中医和西医的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生在冬天 生在春天 生在秋天 又不一样 生下春 春夏秋冬 季节 然后再配合你的十个天干 又不同 又不同 喜记会变吗 照理喜记是不会变的 照理说喜记是不会变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细论的话呢 命理学家他们自己呢 就会将你的喜记呢 稍微转动 懂吗 好像这个 这个喜记 是永远不会变的 永远永远 它的根就是在那边 它不会变 但是因为我们的天干 我们的大运 我们的流年 出现了不同的 影响力的五行 所以影响到了喜记 就比如 我就这么说 他这样说 这个人是洗水的 洗木的 用水洗木 那么今年的他呢 今年的他遇到了什么 遇到了这个 水木 水木局 遇到了水 水三和水局 又遇到了什么呢 又遇到了三会木局 那么我们就不叫他 用水和木 你的洗用 就要离开水木 因为他已经遇到了 他的洗用了 已经遇到他的洗用了 那么你要叫他用什么 如果是我 我就会叫他用他的贤神 有用贤神之理 没有听说用 筹记之理的 没有 用贤神 所以贤神 在用神和洗神的时候 都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用一下贤神 所以总而言之 洗神和祭神 一旦被冲 那就麻烦多多 麻烦的是特别的多 麻烦的是真的特别的多 洗神 千万不要被冲 不要被冲 不要被冲 那么 这个用神 洗神 这两个神 一旦被冲 你的麻烦是很多的 真的很多 多的你不得了 这个就是 大家就好像 止痛药一样的 我教大家的 就像止痛药 你随时都可以用 但今天至少 大家会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呢 遇到了这些桃花 千万千万不要 直接就 哎呦 这个桃花不好 哎呦 这个命啊 桃花很不好 很烂的 千万不要乱说 千万不要乱说 也千万不要去说 你的孩子是属猪啊 你的妈妈属 什么蛇啊 那就把他送走啊 哎呦 千万不要这样 你的假木日信 生于盈月 有什么好处 不是好处 假木日 生在盈月 这是当令 他没有 不是什么好处 不是什么好处 要看什么呢 要看全局 就比如说 一个人住在乌节路 有没有钱 哎 不能这么说 因为很多人 住在一房一厅的 比乌节路 还要有钱 这是大家公认的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假木 生在盈月 只能说 他身强得利 只能这么说 身强得利 因为你只可以 一个假和一个盈 明白了吗 还要看你的 其他的配合 其他的配合 一定要看其他配合 了解吧 这来 理解 这个理解 可以 对 坊 prosper